秦宁 你怀疑我 景晨 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景晨 你 我不想看到你的脸 景晨 我怀疑 你不能碰我 我怀疑 今天跟我吵出来了 我怀疑你的孩子 顾佳琪 秦宁 你怀疑我 景晨知道后 一定会对我态度好一点吧 哪怕 只是一点点 你三年你都没怀孕 今天你怀孕了 说的是真的 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不信你 我今天是不怀孕了 放手 真的怀孕了 我做了 你想跟我留采 你叫我留采 你自己选我 这是我们的孩子 你怎么配还我们副家的孩子 因为你只有我们的孩子 由我先葬 到底我怎么回事 是故闻 三年前 你是怎么嫁入我们出家的 你心里没说吗 三年前 是爸让我嫁给你 是我 我 我可就是学的 像我真的喜欢的 还敢撒谎 明明是你要挟我爸 你说喜欢我 你是喜欢我们傅家的钱吧 我没有 我每次都听你叫你 你要是你学 我忘记学 我骗你的 我没有骗你 骗你 骗你 我就想和我家我愈给你钱 我愈给你开招 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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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见过最恶心的女人 从今往后 你别想和我家拿走一分钱 孩子 我没关系 骗你 女儿啊 你弟弟快 妈 少龙这么年轻 怎么会突然得起到病 你是不是医院做错了 你怎么好 你再查一下 你查什么查 妈 在大龙下给你弟弟争战就赔命了 你赶紧拿出一百万 你弟弟做手术啊 一百万 你哪有什么钱啊 你去管父亲签药啊 他那么有钱 快点给你 你去做手术啊 妈 父亲这不会给我钱的 挺好好的呀 你怎么这么舒服了 他不就给你了吗 妈 你姐姐她不管了 妈也不活了 给你一起吃饭啊 快 快去找父亲这药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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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钱 走了 我多叫父亲 成哥哥别这样 我姐姐这么着急 一致是有急事 我姐姐 阿婴有什么事吗 京城 我弟弟得了心脏病 继续手术 你能不能借我一百万 假装怀孕骗气没得差 现在拥有佳人生命的问题 我没有骗你 我弟弟真的得了心脏病 他不说说就死了 那你让他去死啊 别说是你弟子 就算是你死 你和我半道歉关系都没有 傅景琛 你请算我借你的 我会还你的 拿什么碗啊 除非你出去卖 你说过 你也想从我副家拿到一分钱 我出去 郑哥哥 你这么对陆姐姐 是不是太可分了 我心想 你就是太少了 我知道她是我们人 不值得同情 知道吗 人家只是 不希望要没受到伤害 去查一下我说过的情况 陆姐姐 陆姐姐 刚才陈哥哥说的话 你可千万别往送去 傅景琛不在你别装了 有什么话谁说呢 顾女 你很想这人弟弟吗 谁要你主动和傅景琛 你去离婚 我会劝她 你这么多条案 你以为我提出 傅景琛 你去找女人 三年前 太人绑架傅景琛 导致到重伤的人 嫁入傅景琛 你胡说八道些什么 谁绑架傅景琛 我胡说 三年前 你欠了一屁股 你走投无骨 就拿起了傅景琛 你走 太人绑架了 为了勒索淑妻 你怎么还在法康 都受了这么伤 你怎么 我说你不在意 你当然不是事情 你也这么 你跟我嘴边比较 我做一个心情 那个老不死的 怀疑我又能怎么 谁要傅景琛 心在你 傅太太的位置 早晚是我的 那我就早晚 不洗白小姐 不过现在是中午 我去干嘛 不宇 李老板 我才请你帮你个忙 我去拿去找一百万 不瞧见吗 你逼的那一百万 我呢 不瞧见了 陪我喝一杯 来来来 坐坐坐坐下 陪我喝一杯 我不会喝酒 李老板 你为什么要帮我 你父亲生钱是我的好朋友 朋友孩子的事 我还在喝酒吗 那 那谢谢李老板 这钱我一定会还给你的 这一百万 一百小数目 万一你还不了 怎么办呢 你必须要保证 你要什么条件 陪叔叔 谁睡觉就行 这钱我不进了 谁 谁 你 小不得我睡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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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也没人救你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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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我可是学习的话 你是受其他了 你还真出来买呀 警察 我是没办法 不能 是他供应我 是他供应我 他说我给他拿一百万 他就赔我一个月 傅姐姐 你怎么能做这种事情呢 再缺钱 你不能出卖自己的身体 更何况 你现在还是傅太太呢 警察 不是这样的 我没有 从我傅家拼不到钱 就该找其他男人了是吧 你就不能相信我一次 我能相信你是我男子 要换过女人啊 你不是要钱吗 好 我满足你 你 把你刚才的事情 给我继续做卖 傅先生 你放了吗 罗总 是 不合适吗 还需要给你找张床吗 明白 明白傅姐姐 你确认了吗 这是 不走的意思 你 在里面 你 你 不要 你 你放在这儿 我没有骗你 我会当爱子 我爹地要救命啊 他给你真的要做生事 不 不 我 不要 我 你 不要 我不 我 你 不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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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告了 你们俩们出去 撑哥哥 你就放了木姐姐这次 放我去 傅锦珊竟然手下留情了 看来他心里有慕有那个贱人 怎么 意犹未尽吗 打扰了你的好事 你一定很恨我吧 我现在碰你我都行何心 要欠人是吧 拿走 我不会怀你的 副总 沐绍峰并没有得兵算是装的 妈 绍峰怎么样了 钱呢 钱呢 我就说你能搞到吧 一百万呢 妈 妈太高兴了 我这就去给你弟弟交钱做手术 啊我去交钱 妈 小朋友要做手术 我怎么能嫌我 你在这儿有什么用吗 做手术你也帮不上什么忙 那手术都完 你告诉我 妈在这你放心吧 回去吧回去吧 少方 朔薯 结了 一百万 有钱了 一百万 啊哈哈哈 版本啦 版本啦 哈哈哈哈 没有欠 完本啦 不要欠 回家 溃本了 бу 哈哈哈哈 这么后期实在是不放心 我还是等我安息回去 跟上风做完手术 还在啊 别在读啊 万一再输 怎么会一直输 再说输怎么了 再骗姐一次不就好了 看着父亲啊 有我的事情 妈 我还是会 上风 妈 你们骗我 根本就没有什么心脏病手术对不对 骗你怎么了 之前管你要钱你从来不给 那是真没钱 没钱 没钱 没钱这次怎么这么有钱呢 知道这钱我是怎么要来的吗 怎么要来的 不就是你把傅景臣刺我的疏忽了吗 怎么嫌得你费了多大力 上风 你 你把钱给我 你个赔钱货 但瞧你弟弟的钱 不是我的钱 什么你的钱 弟弟买车买房娶媳妇 一个大姐姐的不负责吗 他那事情凭什么要我 就凭 他是我们家唯一的男孩子 他唯一的男孩子 爸 跟咖啡是个话呀 赶紧就带我穿出现手去 后来等他翻本 你把钱给我 你再敢想 又不死你 哼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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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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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家的继承人 只能由我生出来 其他人 都没死了 太酷了 你这个 沐宇 留在这玩什么玩意儿 你不是 求求我们的孩子 要求求不认同 伯媛 如何 神经病 我真的外遇了 这个人又骗我 我没有一句是什么 别无人看 不要无人看 不得怎 死了丫头 我派两个你地的枪吃的 你给我滚 给我滚 给我滚 你今晚没一份吃 说了你别干我走 你给我去 别干我走 这孩子怎么在走 停车 少爷怎么了 短着 傻不傻 下一步都打扫了 我确实傻 傻到那个时候喜欢上了你 傻到有了你的孩子 又傻到孩子没了 洪姐姐 你醒了 孩子没了 这怎么了 这不是感觉肚子和心里 都哭到哪 我要杀了你 我要杀了你 我叫你这种 竟然给你去杀了 不走 洪姐姐 洪琪 你没事吧 我没事 这是洪姐姐不知道怎么了 你看见我 这防风宿小杀了我 洪雨 你找死吧 傅锦铲 是他害死了我们的孩子 洪雨 你告诉我 你休想把孩子的死 跪下在别人身上了 真的是他害死的 够了 你无非就是要欺负 洪雨 说啊 这次你只要多少钱 我要欺负 我要他陪我害死你 你演戏演上演了吧 不要欺负 你以为他都要欺负 我还是被他骗了 嘴里有一句实话 傅锦铲 你对我就没有一丁点信任了 我看你真心不及过此 来人 来人 你怎么 少风 明薛 都是他支持我们家做的 他说你不给他钱 所以 他让我们陪着演这场戏的 没错 就是姐姐支持我们的 你不是姐姐什么他拿走的 这事都会一样 一块都没有啊 你们 我选上两个戏就好了 傅锦铲 你这不干事 你就不能调查这场 难道你让我们想 是一个犯罪 我们人的女人吗 你们还不能调查 但是 你还不能调查 是一个犯罪 现在有什么 不放 你还不放 你还不放 有什么犯罪 你还不放 我为什么 我为什么 所有人都在对你 就是好人 女儿的啊 你就别嘴巴 我赶紧跟景臣做个事 毕竟这一百万 对景臣来讲 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你给我管 妈 妈你没事吧 阿姨 你没事吧 孟姐姐 你怎么能这样呢 她可是你妈的呀 你们别怪她 她刚失去孩子 心情也不好 不能理解 哎呦 我这个当妈的呀 我也是心疼她 我再去检查一下吧 钱都在她那 怎么拿茶检查呀 那我别在我这儿演戏了 饭我都刚才不用钱 你不要呢 原来合着了 家人们又一起演戏骗我呢 我没有 既然你们家喜欢用这种方式来要钱 好 我买了 一百万 够了 够了够了 你不要 你这是我的好姑娘 妈 你不要拿 我真的还不起了 还什么还呢 你们是一家人 没有理由 快别把我去做检查 妈 你别走 妈 你 你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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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 别走 我自己她刚流产了 这不大小动 我去把她追回来吧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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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姐姐 你可要保重身体 我滚 区区一个孩子 穆姐姐就这么受了不起 那你要是知道 李老板也是我安排的 那你会不会更生气 你 你 穆姐姐 我劝你呢 最好赶紧识相和称哥哥离婚 要不 我的手段可是人出不穷的 给我吸 你这个剑 我可算找到你了 她不是在国外 被我骗的那个富二代无耗吗 她居然找到我了 穆玥 救我 白莫西野 你害得我家破人亡 我今天要让你血债血肠 我不想杀无关的人 你把她换 你再不让回我 把你一块儿杀了 你干什么 你不要杀穆姐姐 穆琛 穆琛 可怜人呢 有人冲当了 不走 不怪我 我没想杀她 我 我杀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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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晓晨 我都出走学校区 住 他怎么样了 上车事情过头需要出血 臭我的 我的血型跟他一样 不用演了 乔丽姐 别想问他 不可以解决 我没有解决 你刚刚情练的流产 再冲可能会有危险 没关系 继续冲吧 是人要求 傻不傻 你现在有猪到哪里 你不要傻 别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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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又一次拯救了我 上次是生活 然后这次是生命 这就很希望的 谢谢你救了我 那个人 你是什么事吗 是我是白墨熙 你还当了墨熙时代推 沐云 你就不能自己主动承担一次吗 不是我的事 我为什么要承担 蓝颜 那个杀人犯呢 我要审他 副总 那个人死了 什么 被白墨熙小姐 把他杀了 陈哥哥 你终于醒了 太好了 你不知道我多担心你 我只恨自己 不能给你输血 那个人是你杀的 我倒是太害怕了 我看到他伤了你 我一下子大脑就空白了 我清醒不来的时候我才 我才发现 我杀了他 陈哥哥 我杀了人 我是杀人犯了 要不你把我送进监狱吧 不是杀人犯 你是政大方位 金珍 他分明是 穆姐姐 他明明叫的是你的名字 白墨熙 我亲耳听到他说你 他喊着他家伙人 穆姐姐 怎么能栽赃我呢 我亲耳听到 他喊着明明是你的名字 你 你 就查到那个人的消息吗 母亲只查到那个人叫母后 举举排外 更多的消息也排在场 不过 我们在她的衣服口袋里 发现了这个东西 这是什么 这是 我的耳环 这是牧女服 我的耳环怎么会出现在她的衣服里 白墨熙 剩你办的 打我推向她 差点害死我 现在又要栽赃陷害我 现在又要栽赃陷害我 我 我 沐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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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沐宇怎么就炸死我 沐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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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情先不提 你视觉过多才行 先不要想你 视觉过多 你是又在提醒我流出血吗 我不是 女儿啊 女儿啊 妈 你怎么来了 宝贝女儿啊 妈能不来吗 你看你刚做了流产 抽了那么多的血 让不让你活呀 沐宇啊 我发现你真的是不浪费 每一次要钱的机会啊 我从来没有找你要过钱 更何况你刚救了我 妈 你先走了 赵牌 来都来了 不能碰手送还 拿了钱 赶紧滚 好嘞 我先干就滚了 妈 这钱不能拿 你先过来陪妈咋来看你啊 你先过来陪妈咋来看你啊 你先过来陪妈咋来看你 陈晨 你好好休息 我回家给你煲汤带过来 我帮你出院吧 是 陈哥哥 你的伤 有伤 没事 陈哥哥 你这样我实在是放心不下 要不我去你家里照顾你吧 好 不管怎样他都救了我 其他的事 等他好了再说吧 陈晨 你怎么回来了 陈姐姐 陈哥哥他非要出院 让我来家里照顾他 不会给你添什么麻烦吧 哎 你跟他说什么呀 你来我家住 用我叫他同意吗 陈哥哥 那我去给你做点你爱吃的饭菜 以后我喂你了 好不好 去吧 陈晨 你什么意思 你让他住进来 他害死了我们的孩子 陈晨 你还敢污蔑不行 你之前一庄庄的事情 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你就一点回顾这些都没有吗 陈晨 你这样 我真好可怜 我又告诉你 陈晨是来照顾你 你要是很真正的 你死定 傻不傻 夏宇不知道打伞吗 你不配还我们富家的孩子 因为你只有女人的孩子 不心脏 陈晨 快来人呐 有人救到了 陈晨 你别说是你弟子 就算是你死了 也和我半个钱回去 陈晨 我在你心中 究竟是什么 陈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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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趴下吃吧 你 看哪里还是没有认清我自己的身体 你现在 已经是一条丧家之犬 而我 现在已经住进了身体 实现了 就赶紧和成功的天归婚 不要给自己自己去欺负 你 夫妻 吃点了 莫姐姐 你千万不要生气 啊 夫妻 乌云 你把我说的话大耳耽疯了 我和你说过 你要敢针对墨西 肯定了 傅景辰 你现在问都不问 立刻向墨西道歉 我饶你一命 郑哥哥 算了 莫姐姐可能真是心情不好 道歉 我什么都没做 为什么要道歉 想死 我成全你 陈哥哥 你放过莫姐姐吧 我不想任何人因为我身的伤害 看在墨西为你求情的份上 谁死不住找了你 陈哥哥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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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被收了大量的血 身子太过虚弱了 什么 陈璐 收血 傅景辰 你跟我妈的 沐云 你醒了 没事了吧 我没事 训识 谢谢你 什么没事 你再把我回事摔倒 再会说我正好发现你 后果不堪设想 傅景辰 你个黄妈蛋 她是想给你死啊 沐云 已经过去三年了 你又死了好不好 我还试试 叶神仇 我给你的去死的机会 你要不要 傅景辰 你知不知道沐云现在说成什么样子 你还原来找他 她是我 我不是我 你平时又把小宝宇 你不怀道 你为什么也想伤害她 她是我的乱路 我想在那儿我就走 你 丁程 你先回去吧 谢谢你 你怎么来了 在家里配搭东西 怎么着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在家里配搭东西 我来的不是时候是吧 打扰你跟叶小宝孙 亲戚我 我和叶千春不是你想的那样子 你不要针对他 你又给你自己护唆吗 这我没几天的问题 你就够得上沐云了 沐云 你不能想死 你就这么岂可了 你 你只要我不行 但看在你欲求不满的份上 我今天认真恶心 我满足你自己 沐县 沐县 你干嘛 再吃医院 我吵 他妈给我做个全身消毒吧 好 结束我们去离婚 那来吧 你说什么 我说我们离婚吧 你放心 我精神处备 不会要你一分钱 你和我结婚 和叶轩成结婚吧 那就不用你操心 沐云 别以为你双身心机 我看不出来 不惜哥哥呢 我们家 你就想和我结婚 不就想让我爸 说要沐云针对你吗 这可我有什么关系 你明明知道 我爸不喜欢沐云 爸爸都不消失了 你的目的就达到了 沐云 你好喝 对 我就是个心机深沉的女人 你不知道就知道了 你休想喝茶 你休想喝茶 事也不是不喝茶 如果我非要离婚吧 你 当然你是同一样 好 那我就给爸打电话 你要是给我爸打电话 本上就是没有教导你妈 可以 你哪能家人威胁我 我非要沐云可以做出任何事 不要吵着你的女性 我请你试试 陈总 他爱了 陈总 你不好像是这个 去吃饭 陈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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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好 所以我搬出去 莫远 那不是在搬到什么了 想出去就想走就走 你忘了跟我说个话吗 你现在是在挑战我的底线 傅景臣 我要离婚你不同意 我要搬出去你也不让 你到底怎么才能放过我 想让我放过你 可以 求我 傅景臣 我求你 就这么没有诚意吗 傅景臣 我求你 你放过我 你让我搬出去 你从我傅架搬出去 你一分钱都得不到 你可不能后悔 三年前我已经后悔过一次 不会再后悔了 给我滚 莫姐姐 你别管他 莫姐姐 我就不信他不后悔 陈哥哥 都是因为我住在这里 是让你和莫姐姐 倒成这个样子 我现在就收拾东西离开这 你快去把我姐姐追回来吧 乔哥哥 你不用管我 我现在就收拾东西离开 你快去把我姐姐追回来吧 我心 跟你没有关系 是他不知好歹 走 我会吃饭吧 我的朋友 珍瑜 你要去哪儿啊 我要去找回 三年前的自己 好了 书记成这个王八蛋 见到别的女人回家 简直不会为人 宣承 是我自己搬出来的 谢谢你帮我找的房子 欧宇 你真的不来我家病庶住吗 你要出去找房子 也没人照顾你 我真的不放心啊 谢谢你的好意 我可以照顾好自己的 好吧 对了 我知道你大学学的是 项目管理对吧 我这正好需要一份 项目管理的人质 你要不来我业家工作 好吗 你们业家应该挺好招人的吧 多少人挤破头都想进去 陌生人我醒不过 你就来帮帮我吧 那我 考虑一下 郑导导 是不是孟导导 是不是孟姐姐 孟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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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承 我们继续吃吧 趁哥哥 既然孟姐姐也在这 那不如我们一起吧 是不是愿 我趁姐让孟姐姐回家住 孟姐姐 没想到你也在这 和孟姐姐一起吃饭呀 我和趁哥哥一起可以吗 没关系 你忘了 有人看见我 是孟姐姐 好 孟姐姐 孟姐姐 趁哥哥那是玩笑的 哎 这可不是玩笑的 我可没有叶家大少爷 有好味道 孟宇 孟姐姐这个混蛋 跟你说过那么过分的话 都过去了 去趟洗手间 好 程哥哥 那个叶大公子是谁呀 看着好面熟啊 也是集团的继承人 你的选择 原来是他呀 没想到他和孟姐姐关系那么好 他们应该认识很久一点 本来我还担心 孟姐姐从家里搬出去之后 会受苦呢 有他的关心呀 我就放心多了 担心 孟姐姐从家里搬出去之后 会受苦呢 有他的关心呀 我就放心多了 你先点菜吧 去个洗手间 我干什么 都不玩冷战是吧 我有资金 没有 所以不要给我摆出这副嘴里 还在给等一下 看着你干什么 那你别看啊 你 为了扮扯就是投叶宣船的怀放 后续下跪的全能力 就是下载 如果你是女人 我们在一起 去在欧天里 我绝对 全部允许伤害白莫西市了 就当真 所以刚才直接擦肩而过不好 没事的话 我要回家里就正在 你的白莫西也等着 哎 我 孙哥哥 你看 我姐姐都要走了 我们会劝她回家 孙宇 过来 是不是可以就这样 不过来 你到底想干什么 先程 你先回去吧 一会我自己回去 有什么事 说吧 跟我回老师 妈妈过来 上班回去 孙哥 孙哥 要是有事你就先去忙吧 我自己也能回家 你不用管我 我就把娘回来接 到了爸妈家 不许做我提白莫西的事 更不许提离婚的事 记住 知道了 不能让爸妈牵涂白莫西 明白就好 走吧 我看没这个必要吧 你这个女人心机也这么重 你就是想让爸妈发现的破绽是吗 明白了 不就是演戏吗 来吧 爸 妈 景臣 穆雨 你们俩咋来了 刚要给你们俩打电话 以前你们从国外回来了 不都第一时间叫我吗 臭小子 之前叫你和穆雨来吃饭 你总是推三逐四的 这次怎么便懂事了 那还用说 一定是咱们的好儿媳 穆雨的功劳呀 妈 我没做什么 妈妈 咱们吃饭聊吧 穆雨啊 多吃点 妈 人呐本来就瘦了 这次又给景臣输了血 多吃点补补营养 妈 我自己来就好了 景臣 我听说那个白莫西 最近又信心你了 妈 你不要对莫西有偏见 什么偏见 三年前就是他 承加了你 你怎么就 看不出来 他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 他 不是他爸 我很相信墨西 你 靠他 儿子啊 你听你爸一句话吧 你每次一百墨西进了都会受伤 现在沐宇给你收拾 你要问沐宇靠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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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 他相信我傅家不就是 你说的什么话 你把沐宇看成什么人了 他可是我们傅家的儿媳妇 臭小子 赶紧给沐宇道歉 爸 妈 我没事 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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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体谅你 赶紧离那个两面三刀的女儿远点 如果你做不到 我会让他永远消失 我说的话 你听到了没有 爸 妈 我有一件事情想要跟你们说 我打算 去夜市集团工作 怎么好当让他要去工作 还是去夜家 怎么 是景深不给你钱花 不是 我就是想找点事做做 沈总是不能一直闲着嘛 沐宇 你想找点事做 就让景深在我们傅家的公司 给你找个合适的工作做 何必上别人家受罪呢 妈 那个岗位挺适合我的 我不会受委屈的 而且 我还有个朋友照顾 那也没有自己家的公司舒服呀 景深 你赶紧给沐宇找一个合适的工作 既然有朋友 那就让他去 再说 我们傅家不会照顾废物 更没有废物的岗位 由你这么说自己媳妇了吗 沐宇可是中天大学毕业的高材生 这能力求着了 赶紧收回你的话 你 行了 既然沐宇要去锻炼锻炼 就要他去吧 不过 不过 如果我在外面干得不开心 你就回来 我和你妈呀 不想让你在外面受苦 我知道了 谢谢爸 吃完饭 你们就早点回去休息 明天跟我去一起参加个宴席 你不用接我 我自己过去就行了 好 那后天见 我班子女还不行 还要去业家工作 你是不是巴不得二十四小时 都跟业园长在一起 啊 这样 你不用担心 我不出去 不知道 要在爸妈面前演戏 我出去差不多 以后不要在我面前说一点戏两个字 那我就不行 好 那我以后说 睡觉 老杰 你是不是重新跟我走进 你是不是觉得棒手了越新潮 你就有事不够 对爱才有事不够 我配 你非有事吗 我要睡觉了 你是不是在沙发上睡习惯了 在叶家的沙发上睡得很舒服是吧 沈几川 你干嘛 你既然你死了 我去帮你好好睡一觉 你会就是演戏的一部 但你随意 真实的你也让我盆子的心 并且会有什么事 也许总国家的 我跟你说 此昊 此指先这是你傅伯伯 来打声招呼 傅伯伯好 此昊也长这么大了 一会儿你们年轻人好好熟悉一下 沐宇呢 怎么还没来 谁知道这个角色的 抱歉吧 两人 你看 这是景晨的妻子 男孩儿媳妇 沐宇 那我先收拾 哎呀 长得漂亮 沐总比划 小副总 你真是好夫妻啊 好 你再认识一下 嫂子好 我叫陈子豪 福家生意越来越好 有什么机会提醒一下我们陈家 陈家主 我老了 家里的生意我已经不管了 景晨 你来和陈家主喝一个吧 我也没想过去 一步九十八九五五年 小副总不不关照 极好 伤胜 老子 我敬你一个 叫我沐浴 嫂子 你还真是平静的 什么 沐浴 怎么了 爸 我去个洗手间 陈子豪跟你做了什么 没什么 一个叶轩丑还不够 还要勾引一个陈子豪 你究竟需要多少男人才能 这么多 沐浴 我妈还没离婚呢 只是形式上没离婚 在我心里 你经历 你 你不许这个女士的经历 谢谢 好 好 沐浴 沐浴 你干嘛呀你 刚才你用的哪只手 嗯 你说什么呢 我问你刚才用的哪只手 你这 你这 我告诉你 你那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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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身上够了 诶 扶 你那只手 就 不用放在心上 那么改天再会 再会 爸 我和我女儿送回老家吧 送什么送啊 我有老子老子找到木道了 改天我和你妈一起看你们 我不去 这否不是我的 我去拔拔拔 我去家里拔拔拔 是拔不太拔拔 刚刚我回去 但是 很坏心就不会被他拔 而是说 拔手的安排关系 我相信你会有办法应付 要不然我会想求你 你也不会同意我关系 郑哥哥 你今天晚上回来吗 我给你做个你爱吃的饭菜 我 叫我家吧 我要 恭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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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我什么 恭喜我 得到你这个 得意干将 我给你说明个欢迎一事 郑成 不必了 我想尽快投入工作 我就知道 我没看错人 走 给你介绍一下 我 我也要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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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非常感谢大家的感谢您的免费 各位 我们都拿到这个项目 多亏了大家的共同努力 当然也少不了 我们立下的汗能更好 来 请我们一起为他干个杯 干杯 干杯 喂 陈哥哥 你今天回家吗 我给你做了爱吃的饭菜 那你多吃点了 我今晚还得加班 陈哥哥 你都好久没回家了 陈哥 我担心你的身体 快去吃吧 我妈妈就回去了 嗯 陈哥哥 来 31 你今晚才会吃到 我们现在又有信息 我已经坐在那裡 你也会去 我也要帮我 你久等了 刚刚 好像被他们发现 更好 你要好好说说那个臭小子 看看他怎么给早的儿媳妇 多有秀啊 默西 你怎么在这儿 叔叔阿姨好 是陈哥哥让我住在这儿的 自己的女人赶出去 让别的女人住进来 你还是不是 是他自己要弯出去的 你 李成 你别挡住 你让他房屋里找回来 才是正事啊 你现在立刻去向我姑女道歉 赶紧把她给我找回来 姑女 可是我对你妈看中的儿媳妇 你把我起床了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别怪我 你让我找提出道歉 儿子 你别这样了 这次 真的是太过分了 还有 我再说一次 你让排卧鸡 离我们傅家远一点 别比我住手 老东西 别做梦 你儿子早就被我拿捏了 但是不会让我 你家太远 你定数 一份 她的事 也应该着不断iren 陈哥哥 你们是 对不起陈哥哥 都是因为我 舒嬅 以前会对你好那么大的气 我们还是搬走吧 好 不可以 我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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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身子弱 多吃点啊 谢谢阿姨 早就先宣诚提过 说你人不错 没想到 你工作就这么优秀 短短几天就拿下来这个项目 我宣诚啊 现在就看到猫猫 把那道人 我的眼睛回上了 穆玥 阿姨有一句话想问你 你跟穆剑山 我好专心的 让穆阿姨喊我呢 穆景晨 谁让你进来的 人生啊 我们在景晨说啊 景晨 都在那景晨上啊 别说我吃过了 我来自由老婆回家了 婚姻 说好了啊 我们就走吧 我明天还有工作 就不回去了 工作再重要 有没有见你妈妈和弟弟重要 穆景晨 故里自由安门 会不会找你管 孙阿姨 有之后 有个新手 分手 谢谢 孙叔 孙阿姨 再见 走 季晨 很短 远程 虽然这是你们年轻人的事 但是我有必要提醒你一句 沐宇 你自己身体离婚了 而且他们一定会离婚的 爸 你看不出来吗 那小子根本就不爱沐宇 那是他装的 儿子 你真的想起沐宇吗 我这一辈子 被沐宇不绝 既然你已经下了一决心 妈支持 但这种目前 他沐宇就还是不太强 别惹恼了傅景晨 咱们忍不起 我才不怕他呢 你这个镜头不错 但是 你也要有相应的实力啊 爸 妈 你们放心 你们沐宇的帮助 我一定会让咱们叶家 更上一个台阶 超过我家 可以放手了吗 现在不用演戏了吧 你觉得我是在跟你演戏吗 站住 你去哪儿了 我回我住的地方 我说话你是没听懂吗 我让你现在跟我回家 傅景晨 你刚才说那话 不是为了傅家的面子吗 还是说 你真想让我跟你回家 没错 我现在让你跟我回家 我也已经 抱歉 我还有工作 沐宇 你三方无辞 我是不是 我现在不同意了 又是为了白过气 对 我就是为了白过气 而且我现在不让你送我家 你开办法 听懂 那我那一跪算什么 你同意我搬出来是我用下跪球来的 你同意我搬出来是我用下跪球来的 我不能对不起我主意 所以我不能看 牛蛋 四伯 你要把我那衣柜还给我 哎 又是 那我拉着铁地 他都给你搬出来 我有一个叫做铁地 你又是铁地 你又背了 你又是铁地 他 누가你闹过 不被爱的那个人才是小三 看来孟姐姐你已经非常清楚的知道自己才是不被爱的那个人了 所以我劝你趁早和父亲趁离婚了 趁你现在还年轻 还可以找不嫌弃你是破血的老人 又或者 你还可以出去外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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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雨 你这个贱人居然敢打我 啊 吴雨 这两巴掌我记住了 能有方程的父太太 一定不让你好看 好 我等你了 好 如果你能让父亲趁跟我丢 爸爸真谢谢你 吴雨 你 你 莫熙 啊 莫熙 你没事吧 我本来想去 劝孟姐姐回家里住 但是就不怪孟姐姐 是我自己的人 不许 收拾你 陈哥哥 这不是孟姐姐你千万别怪他 撤 我没什么好说的 我在为你这么想 要为他报仇就快一点 然后我跟你做 你 我动手 你 你脚子 你脚子不在这儿找我 你给我站住 他撑住了 我的腿好痛 我带你去医院 我不想去医院 那我把医生叫做简单 一二七七七七七八 来 然间小腿有些 vie 伤不过不太严重 记得每天就好了 哎莫西 你干什么 你的脚还没好呢 什么不高 我会房间收拾点洗衣 明天好搬家 你准备受伤 搬什么家 叔叔阿姨会生气的吧 我不希望因为我 让你们弄不坏 不跟我谈谈 你先把伤药好 你先把伤药好 你呢 你怎么给你 你呢 真是抱住心情 什么抱住心情啊 没什么 你怎么来了 我就是当女工做起来啊 不不少吃的 只不 你店也吃的 休息会儿吃东西 我不饿 不饿也多想吃点 买都买的 好吧 儿子 你到底有没有去找沐宇啊 你再不抓紧 等沐宇跟人跑了 你后悔都来不及了 妈 我知道了 你再我出去 沐昕 成哥哥 你要是有事要先去忙吧 我自己可以的 好 都想到沐宇回来是谁 我偏不让他回来 我家太阳的美智 只能是我的 这次好 什么 你想让我去泡沐浴 你是想让我数吗 我去泡沐浴 哎 这可不像陈大公子的风啊 陈大公子不是向来都是色感包天 没有沐浴 沐浴我是不敢碰 上次我只是摸了一下 父亲真差点让我这条胳膊没了 要 这陈大公子是碰过了 这么说来 陈大公子是对沐浴感兴趣吗 这种极皮的女人 我当然感兴趣 只不过兴趣哪有小命重要啊 我可不想送死 那如果我说 我也让你 让你毫无恐险就尝尝梦里的味道 你真的有办法 那你听听看吧 你安排一个人 可行 这样一来 就没人知道 那陈公子 答应了 答应了 只不过 我帮了你这么大一个忙 是不是应该提前 跟我的包装 陈公子真是不见错的 不答应 那你去说 这个包装 怎么办 来 好 玩 我一扫睦家 我都吃八发睡着了 時間不早了 该回去了 孟月 你要不 我今天晚上就在睡吧 宣承 开玩笑而已 我自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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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沐云 那我先走了 以后这一趟休息 又回来 你怕什么了 你 凌晨 有什么事明天摆你再说 你什么意思啊 你什么意思啊 还给我抓 我让你抓 我让你抓 孟悦姐 你找我吧 你先这么碰到你 我找你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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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帮我一下就不用了 dois 很明瞭 ahan 啊 啊 啊 你他妈可打我 给我滚 我打死你 你 我也 Jon 为什么我不会变成这个样子 你不要傻乎姐姐 我来人了 我来人追刀了 我去哪儿 你还能告诉我 沐宇 真的是你啊 我还以为我看错了呢 什么西西安这么巧 我们大学毕业之后就没见过了吧 没想到今天在这儿遇见你了 怎么一个人喝酒再等人吗 喝人随便喝点 那要不陪你一起 我也是一个人 好 酒包 来杯酒 晴晴 你怎么来了 不是先来的新家伙是这种场合吗 难道你是被嫂子赶出来了 哈哈哈哈 不要忘记这个女人 哈哈哈哈 来 喝你喝 好 咱们再接着喝呀 我喝了 回去了 这才了呗 我们都这么久没见了 真的喝不过吗 我喝了 喝酒 虞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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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莫熙 你交代的事 我做完了 很好 请问我会打到你的账户上 陈大公子 我的事情做完了 现在该你了 别光顾着爽 记得不像啊 沐宇 我送你回家 我不要你送 我哪要送 沐宇 沐宇 你还没去啊 不用麻烦别人了 我送你就行了 沐宇 交给你了 回头视频发我一会儿 让我也好好领教 领教陈大公子的风采 放心 保证警察 走了 好像现在就烦了那样 多少钱 心结果吃不了这个豆腐 沐宇 陈子浩 带走那个女的 怎么这么面熟啊 警察 DV在哪儿啊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别再跟我听了 我有个小弟儿啊 在许划门口 看见这个 别给我听了 被陈子浩带走了 你这几品啊 警察我哥们再被打断一次 别直了 谁 出准尘 好 我看你这小子 别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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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别闹了 叶玄成 找我老子放下 不定身 你太阪了 你太阪了 会定点什么 没问题是你老婆的话 别闹了这个人间的事 她是我老婆 她怎么样跟你都没有关系 把人给我放下 陈子浩 李晨 你太阪了 叶玄成 你也找死了 我就算是死 怎么让部里跟你走 你根本就不必让她在一起 你找死 我承许你 别闹了 好丑 慕玥 你去遇上吧 很丑 没事吧慕玥 你怎么在这 不得这样 你怎么也在 慕玥 帮我回去 放开他 你有什么资格 让慕玥给你合去 可以住了 伤害他 你救我死受 慕玥 我再放複 身边 跟我回去 军成 我去搞你 我能过我 你不要过我 宣承了 你在说什么 宣承 老大娘 好 我这就送你回家 叶宣承 就是要是他带他走 我们老叶家 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傅景晨 你知道什么叫做 故意期的吗 你这样的事 永远也会 丽神晨 丽神晨 把小姐给我放出去 我带他跟叶家用合作的企业 就能和傅景晨做队 让他自己点点他 把汤子号给我带过来 你 你 我这些 似乎你 有话好好说 我打话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 我在来抱着你 你是不是 是不是 你是不是 我说错了 我保证 我保证没有下一次 我现在算是来的 不敢不动 把他扔到陈家门口 顺便通知陈家 他们破产了 沐浴 远春 远春 谢谢你救了我 傅景琛 他怎么也来了 是你告诉他的 不是 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来了 咱不说他了 你真的不用去医院吗 你是 休息一天就好 傅景琛他说到做到 我不可能要连累你和叶家 不予 不要这么说 我不怕你连累我 我更不怕傅景琛 为了你 我什么都不怕 没连车 谢谢你 如果明天 婚宇在床上风骚的样子 就会是傅景琛 我看到 我看到时候 陆家是一台相 不离婚 你逼我 陈子昊的视频来了 什么 陈子昊 陈子昊废了 陈家破产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爸 出了一个小小的陈家 还是要理我吗 做企业 可不能像你这样任性胡来 出了一个陈家就任性吗 那是加上叶家 什么 你还要对业家下手 你是疯了吗 我可能是疯了 没人是疯了 陈子昊废 这次我和你妈出差的时间会很长 公司就交给你了 别等我们回来 公司都让你再带美喽 爸 你放心 我现在有了沐浴的帮助 到处公司的发展 绝对会让你们大吃一惊 哎 儿子啊 你要是喜欢沐浴 就好好跟人家培养感情 但是不能越界啊 他现在还是富太黑的 哎呀妈 你别老提醒我 我知道 行吧 你家以前长大了 这主意自己拿 那我跟你爸我俩先走了 啊 嗯 好 大少爷不好了 一大笔合作坊 我们业家取消合作官 他没有说什么原因吗 全都没说原因 都是上来就解约 而且数量正在持续人家 就好像我们所有的合约商 一夜之间全都变了脸 大少爷 怎么办呢 再这样下去 我们业家撑不了几天的 我知道了 下去吧 陈子昊废 肯定是副总终动手了 我把这连累了 别担心 我收获了 我不怕负集成 不就是合作方取消了合作关系吗 我重新把它们拉回来就好了 放心 开个价 什么价可以继续合作 叶少爷 希望你也能理解一下我们 这不是钱的问题 如果我们取消了合作 只是损失新鲜 但是我们要继续合作 损失的可就是 辅家的性命了 文宇 没有担心 我可以找新客户 我就不信 你这个夫妻之 不可以处置 叶少爷 你们神仙打架 我们小股是遭殃的 我们可不想参与这事 你就别为难我们了 行吗 再这样下去 叶家撑不住了 事情因为我而起 我去找他去 不要去 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和叶家 被我拖入深渊 那也不要去 你好不容易从父亲真实里好托 我会允许把自己送回去 我们不怕 我们一起想办法 一定可以解决的关 好 好 我们一起面对 朱总 目前所有的合作方 已经忠实了与业家的合作 以业家的体谅 最多一周 却会因为资金链断裂 复杂 任选成 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观察你的不顾一切 不顾一切 莫继什么事 警察 我的腿该敷茬了 你有时间 我有事 我派人送去 警察也没有发现了他车子号的事情 但是他现在对我越来越厉害 他要不然 我再撑下去 我马上就没机会了 我马上就好 你把他在这儿没溃 也有几个刀版要续置 皮皮肥皮都骗 箱子都可以管 是 快对 快 快 可以听到我去忙着吗 快 就在刚刚 由我是飞往马来西亚基隆坡的 HM123航班 在飞行机库 我真的假的 和乘客全部遗难 无疑征患 据悉 我是著名企业家叶建峰夫妇 就在这家航班上 傅叔阿姨 妈 妈 薛丑 福总 业家那边我们是不是 在我身边电话告诉你 小姐是以亲属的身份 来参加祭拜的 小姐是 后门的事 我们都没关系 爸 爸 是儿子无相 是不是亲居们 不加钱来 你们 谁让你来的 不请自来 送送叶叔叔和顾阿姨 别再假惺惺了 别再假惺惺了 我爸妈不需要你送 你给我滚 叶玄成 你父母的死跟我没有关系 我爸妈的死当然和你没关系 我夜下的事和你更没关系 我夜下道你不欢迎 你给我滚 好 好 我心已经送到了 领不领情是你的事 薄宇 跟我回去 我谁送薄宇 我谁送薄宇 叶玄成 你给我起开 你是要下去 帮我吗 来呀 只有本事你都能送我 只有我不死 我不允许你带送薄宇 你 好了 不离开 薄宇 你不要走 我现在只有你 我父母都不在了 我求求你不要走 我不能失去你薄宇 行程 不要多想 我不会跟你回去 薄宇 你真的把费得叶家人是吗 我们还没离婚呢 你现在还是富家太太 我把自己当成福重 至少 夜双手不完 还有宣承 你把我当个外人 所以 我不可能走 那你就陪叶家一起去死吧 你继续别叫叶家 不死不休 是 谢谢你陪我参加爸妈的葬礼 叶叔叔和顾阿姨一向对我很好 我理所应当这样做 薄宇 我求求你 我现在只有你一个人 你不要离开我啊 薄宇 对不起 我现在得回傅家了 你为什么要回去 不是说好不离开我的吗 我不回去的话 傅景辰不会放过叶家的 我不允许你回去叫傅景辰 我们叶家没了没关系 但是我不能失去你 宣承 这是叶叔叔父阿姨一辈子的心血 如果他们全下有知的话 不会安心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事情是因我而起 比以我而起 孟宇 我想求你不要走 没有你我真的不清楚 宣承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叶家在你带领之下 孟宇 你为什么骗我 我都想不瞧你了 你为什么骗我 孟宇 你为什么要离开我 我那么喜欢你 你为什么要离开我 我那么喜欢你 我要那么喜欢你 我永远不大离开我 你冲休啊 我喜欢你 孟宇 冲哥 你冲休 你冲休 对不起 对不起 莫远 对不起 宣丑 再见了 就这么说 不想跟你谈 你怎么样才肯放过叶家 叶轩正让你来的吧 是我自己来的 你能为了叶轩敢过来求我 你还真是跟她长相 我知道你想针对我 你不是想让我回去吗 我可以重处下班回去 我就放过才可以 休想 想让我放过叶家 除非让叶轩正过来跪下求我 我替他跪下求你 可以了 你居然下跪求我 吴远 你就这么下奸吧 他给了我工作 他从陈子号手中救了我 他是我的幸福 你以为是他救了你 难道是你 你不配让我求我 我救你这种女人我怕脏了我的手 我代替叶轩成算了下跪 反悔送家 你放过他可以 你很喜欢下跪是吧 那你跪啊 当初你跪下求我要搬出去 今天你又跪下求我搬回来 我就没见过你像你这么可惜的 一小时之内我搬回复家 一小时之内有火回复家 一小时之内有火回复家 否则我让叶家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我还是跳过去 刚刚趁着 又回到了七年 不是我 沐姐姐 你终于回来了 你终于把沐姐姐哄回来了 看到你们又很好 我太替你们开心了 莫歇 你交怎么样了 好多了 那我明天派人 把你送到袁群住的地方 哎呀 傅锦琛不但把沐宇接回来 还要把我赶走 这样下去我就更没情了 这怎么办 我会失望了 这些老板全恶心了 我竟然真的悔悦了 这个保证怎么办 这是陈子昊的孩子 我必须赶紧处理掉他 要不让让景晨发现 能否景晨发现 能否景晨更好 我好心更好 卫月 出来吃饭 你在叶家是叶轩城亲手 跟你端过来啊 我还是亲口喂你啊 知道了 沐姐姐 你终于回来了 你都不知道 我这段时间有多担心你 明天我就从这里搬走了 今天将就以水带酒 供你的吧 这段时间真的是麻烦你们了 沐琪 你怎么了 没事 就是最近可能胃有点不太舒服 老实恶心 干欧 干欧 艺成 她说胃有什么问题啊 胃没有问题 是 凡小姐怀孕了 怀孕 怀孕 陈哥哥 我这是 罚了你的孩子 我怎么没有印象我什么时候碰过你呢 每个多月前 我腿刚摔了结果 有一天你回家 喝醉了酒 没有 我怎么一点印象没有 胜哥哥 你那天可能喝断片了 那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人家是女孩子 这种事情怎么说出口了 而且 那是人家的第一次 胜哥哥 我是不是不应该怀孕 也对 你和我姐姐刚和好 我现在怀孕 那肯定又会生气 你去哪儿 我现在就去把孩子打的 我绝对不会影响你和墨姐姐之间的感情 你先别着急 既然怀了 就安心养胎 好吗 莱莫熙怀孕你听到了吗 有什么想说的吗 恭喜 从你回到我这儿说话没超过十个字 你们这儿都留给一 我说 我心怀孕了 要在这儿住到把孩子生下来 这期间 你要帮我照顾他 好 莫玉 你真是够下贱的 莫姐姐 怎么能麻烦你呢 我自己可以的 让她来 这种人就喜欢自我人 我去公司吧 天哥哥 不稍微小心 我和老婆都会想你的 去 莫玉 给我倒杯水 水太烫了 花一花 真挺花呀 也对 不挺花一个心 我现在肚子里 有妇家的孩子 马上就要去回妇家听证了 你也觉得 而你 威威 看一条狗 怎么 你这条狗和小狗 我现在肚子里 可是怀着护驾的继承人 你要是能伤我半个人喊猫 就等着被倒出护驾了 是 但我情绪不疼 你这个贱人 你想干什么 我水里已经喝了 看来等着干嘛 对 我 我 我 你这个贱人 够 过来 说吧 是个人 郑哥哥 你别怪孟姐姐 是他要帮我切水壶 不要帮忙 然后他就 他一定 是不是重要吗 我说不是 你会信他 那你说的 郑哥哥 真的不怪孟姐姐 是我自己切的 你不要再逼他了 我认识了 给我道歉 告诉我以后不会再有了 如果我不道歉呢 你是要把我赶出去 还是弄死 你想选哪个今天 我成全你 都可以 只要是你给的 我多谢谢你 你这是干什么呢 放开沐云 白沫熙 她怎么还在 白沫熙 白沫熙 你哪里受伤了 这还孕期间可该注意啊 怎么这么多人 什么 怀孕 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混账东西 当初就应该把你甩 儿子 白沫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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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你的吗 哈哈哈 应该是吧 什么叫应该是啊 你自己做没做得不清楚吗 我许说我喝醉了 我儿子呀 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呢 你是结了婚的人呢 你考虑过沐云了 你让沐云怎么想了 这以后 可怎么办呢 还能怎么办 这个不清不楚的孩子 我绝不能允许他存在 你瞧 那毕竟也是我们富家的骨肉啊 我只认母女生的孩子 其他的 我一律不认 必须全部处理掉 好 我不懂得到孩子 我说的是全部处理掉 不只是孩子 老师 我之前说过 如果你不能远离白沫熙 我会亲自动手 现在是时候了 好 要是读白沫熙 你就先找我 你这个例子 林强 你打他干嘛 打他也不解决问题啊 那我就退一步 你把白沫熙送出国 让他永远不要回来 别跟我讲条件 这是最后的底级线 儿子 你还纠结什么呀 你快听你爸的话吧 真的要跟沐宇离婚 就娶了那个白沫熙吗 沐宇啊 警察做出这情受不如的事 我知道现在有说什么都晚了 但是 能不能看在妈的面子上 再给她一次改错的机会 我让她下跪 向你道歉 向你发誓 妈 其实没什么必要了 怎么就没必要啊 我让她进来 态度不诚恳啊 你就不原谅她 妈都支持你 我去叫她 儿子呀赶紧给沐宇道歉 态度有多真诚就多真诚 知道吗 我 你还愣着干什么呀 沐宇要是不原谅你 你就后悔一辈子吧 我 沐宇晨 我们离婚吧 沐宇 我有没有告诉过你 不要再提离婚 之前你说不让我提离婚 是在心爸知道了 会伤害白沫熙 现在爸已经知道了 不会伤害到她 沐宇 今天爸妈是你喊过来的吧 你这个不择手段 我想 我只想知道你能跟我离婚吗 难道你要去找叶轩成婚 他就给你伺候得这么舒服吗 我不会去叶家 正义你放心 不会对你的面子有影响 面子 你觉得我没了面子吗 难道不是吗 你又不喜欢我 你这种下贱的女人也配让我喜欢你 所以 你是同意吗 你休息了 我要是和你离婚了 我去哪找你这种移动的凶子 在你的血流光之前 我不允许你离开运渣的帮 附近晨 不是让我去死吗 没有我的人选 我敢要是自己去死 我就敢让你妈和你弟弟给你培葬 陈哥哥 又是因为我让叔叔阿姨生气了 要不我还是搬走了吗 好 好 过这天我送你出国的领域 什么 出国 为了你好 那边有温宅安排好人照顾你了 你可以安心养胎 这是个千万 你拿着 不够了随时跟我说 那我什么时候可以回来 那把孩子生下来吧 陈哥哥 我不想离开你那么久 我想一直陪在你身边 不行 你陪在我身边 你会有危险的 是叔叔逼你送我走的对不对 我不走 你不能走对吧 叔叔别这么对我 明明我才是那个最爱你的人啊 你们从小一起长大 青梅竹马 青梅竹马 我只是出国留了个学 为什么 为什么一回来就让你娶别人 为什么 目前 对不起 不再退出对不起 陈哥哥 我从来都没有要求过你这个 可是现在我有了你的孩子 我不希望我的孩子从生下来 就和我一样无名无分 就告诉我 你到底会不会娶我 我 陈哥哥 我不比你 只要你说不 我 立刻就去把孩子打掉以后 永远都不会出现在你们的面前 陈哥 陈哥 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所以你还是会娶我呢对吧 但你生下留下的孩子才说不 莫熙 你现在这儿 我都经常了 三天之后 我送你出国 嗯 程哥哥 都听你的 没想到 我有了孩子 父亲险依然不离去 看来只要有过 你那个见语 这儿子 再也没有机会 踏入傅家的当 你这样子 他就在出国期 撑不掉他 牧鱼你死哪儿去了 家里没钱了 赶紧打过来 傅景君给了你那么多钱 你怎么会没钱 你弟弟搞得像正式花钱的时候 那点钱早就花光了 赶紧把钱打过来 我没钱吧 你这个赔钱货 难道你就眼睁睁看着你弟弟 娶不上媳妇吗 我生了你 那么个没人性的东西 当初不如直接掐死你 你是最后一名 你再要 我们就断续合理关系 好 还要 在马上 第一个情人节 人家送你礼物 你干嘛不收啊 你的回礼呢 没做没的话 赶紧带沐浴去买 赶紧选一个 不赶时间呢 这个可以吗 拿好 请去吧 谢谢你送我的礼物 赶紧 这我送给你的 以后要选就说要选 别打着什么过节的命 虚而作祖 让我够欣赏 赶紧出去 这么着急去见月薪丑啊 这才几天啊 这就 不赶紧出去 拿着我们副家的钱 买了礼物送人享受 莫云 你也真是够不留礼物 还给我 是我的 你的 莫云 我告诉你 你所有的东西 包括你 都是我们副家的 没有我的人选 你愿意他 你 你 死丫头 钱怎么还没送来 你是被车创死了吗 我马上就过去 小婷娘 你还要继续买血吗 她身体很清楚 女士 继续 赶紧买点补品回去补补吧 别因为钱把命丢了呀 我知道了 女士 谢谢 你个赔钱货 还敢说断绝关系 干嘛用了是吧 真的是不作用 你个臭丫头 你敢 有我活着一天 你就得管你弟弟 你敢不给钱 让我臭不死你 小姑娘 你怎么了 我送你去医院 去医院 那你父母在哪儿 我送你过去 你有老公吗 你有朋友吗 小姑娘 你请住 你请住 您要走监控录像 近三个月 您只喝最后三回 三十三次 和小姐怀孕的时间 还是有些偏差的 那你什么意思 属下认为 墨姐的孩子 他大概六十年了 把白墨西近三个月的 新增轨迹 勾察清楚 什么时间去了哪儿 见了什么人 都勾察清楚 是 怎么 你是要告诉我 今晚要在一群 乘家过夜吗 事情深陷是吗 你是墨雨的亲人吗 你是谁 你在什么关系 她电话怎么在吵 这个叫墨雨的小姑娘 晕倒了 我给她吊着救护车 你是她亲人的话 你就快过来吧 什么 找一个杀手 不但和墨佳手为封面 想尽墨佳杀掉墨雨 你离开也不嫁不及 墨雨住院了 太好了 今天天赐领机 怎么样 病人是今天大量失血了 没有及时补充能养才昏迷的 大量失血 她给别人失血了 又是茶 看了她今天都去过去 郭总 夫人失血的原因查到了 是因为夫人今天 去卖血了 卖血 是的 夫人今天去了一家医院 卖了六百菜仙特写 达到了十万块钱 这女人脑子是有坑的 没钱不知声就算了 居然去卖血 就不能买点别的东西了 找个杀手的 陈子豪 白墨西 你是个贱人 终于去找我装进了 陈子豪 你要干什么 干什么 本来是爽的 陈子豪 又不是我把你害成这样的 就是你 你不是没处的搜主意 还能驾破人亡 多次绝分 你这个贱人 我杀了你 陈子豪 你不能杀了 我还了你的孩子 陈子豪 你这些报告就在 就在臭地里 你快自己去看 你快自己去看 陈子豪 陈子豪 只能证明你怀孕了 不能证明是我的孩子 你不要拿 傅锦琛的孩子骗我 我要是怀了傅锦琛的孩子 我现在还会住在这儿吗 我早就进入傅家 当我的傅太太了 傅锦琛根本就没有碰过我 这三个月 只有我和你那一次 这也是我的孩子 我以为我们陈家要之后了 没想到我有孩子 太好了 太好了 你不哼我了 不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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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我们陈家的答案人 莫西 你跟我走吧 我会好好照顾你个孩子的 我愿意为你们做一切 我不能跟你走 这个孩子不能信陈 你是他信父 什么 你不让孩子认我 你信不信我杀了你 孩子跟你的信不什么用 你能给孩子带来什么 但如果孩子信了父 信了父家 那我 我们的孩子 就将会有无尽的金钱和权势 你不想自己的孩子好吗 这 我知道你在这些心事 当我进了父家 把父变成成人 家的一切都是我们的 你们陈家 不就又回来了吗 你说的没错 不过 你怎么确保父亲 拆和沐浴离离婚 然后娶了你 只要你能帮我杀掉沐浴 我就敢保证 我一定能让父亲陈去 你让我去杀沐浴 你是想让我服吗 不是你说愿意为我和孩子 付出一切吗 不愿意就算了 我也不理解了 让孩子杀苦的话 我做 我 莫宇 你跟我做对很有成就感是吧 谁认许你出去卖血的 谁认许你出去卖血的 谁是我自己认的 我的我的主意 我说过 你的东西包括你的人都属于我 还有你身体里的血液 也只能属于给我 没有我的允许 你也不能给别人 我一切都是你的 除了我的心 保护你的心也必须是我的 这我控制不了 如果你想控制的话 你让他接受 你为什么去卖血啊 你还缺钱啊 我给你们家很多钱啊 还完了 这卡里不用两天 我不要 你少跟我装 我最讨厌这种口试心肺的女人 明明心里很想要但是嘴上说的不在乎 站住 干什么站住 我没事 我要出院了 你怎么又住进来了 副甲头皮 让你过的什么日子 连补品都不给你买 你看你都成什么样子 我真的好心疼啊 又来不自私 还骗去这一招 你也没点醒过呀 你不玩呢 你不玩呢 我帮你玩呢 我的岳母带人 什么卡里忘了钱 金琛 你真是我的好女性 我把女儿嫁给你 就算叫你了 光你爷儿有话够 我要听到我母亲口说说 我想养这仨子 女儿 你快说 快点说 这钱不能要 快说 这钱不能要 我说什么呢 这是你应得的 这是给你捕身子的钱 我个死丫头 不能要 你这个美人当你 不能要 你 这钱不能要 够了 金琛 这死丫头死心尖 把他拉出去说 把他拉出去说 死丫头 走 我出去 出来你死丫头 我现在不想出去 那这钱我就出来了 你再等我一分钟 我非得让他说出来 出来 出来 我没有时间了 到此为止 出来 看我都打死你这个批钱货 我说到此为止 你胡说 快 快 薄宇 你比我想象的还不住 明明那么爱情 面对仰千万如此的诱惑 你却能忍不住 不过 我漂亮 不停车 你东西怎么才敢放过我 薄宇 你还要耍什么心怀啊 东西你为什么要给我那把伞 让我在狱里临着不好吗 让我在狱里临着不好吗 那种伞 你给我说清楚 你给我躲 你给我给我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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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根本就回来了 你给我走 站住 你别扯了 你 你疯了吗 我要回去 我去走 薄宇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薄宇 回到那个时候了 这小姑娘真可怜啊 你帅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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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车 静着 等着 等着 你傻不傻 夏宇不知道打伞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是他 原来是他 我不要死 不要死 我不要死 我不要死 你真 真是 陈子浩 你敢 你们俩一块死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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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走 拿走 啊 不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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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坚持住了 我不许许你死 你知道吗 不许 不许 我能求你一件事吗 你说 我怕再来要钱 你千万不要再给他了 为什么 我不想再欠你们父子 女儿啊 女儿啊 你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老天子怎么这么对待你 你给我闭嘴 你是在里边抢救呢 你是 我是心疼女儿啊 她要是没了我们孤儿寡母 后拍车怎么活呢 你别装了 你都想去找钱办法 你钱告诉你吧 你去拿走的钱 你给我 你这什么意思 我拿着那些钱 我拿着那些钱 给梦鱼买股品了 当然 都给梦鱼花了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几万 如果你今天不说什么 你之前从我这拿走了多少钱 今天我让你加倍不还 你管管我呀 我想把这些钱都给梦鱼 可是梦鱼不要了 你也就是说 梦鱼从头到尾没有拿走过一分钱 咱们要是应该的 就在你们父家吃好吃喝喝喝 哪还需要钱 可能是我一个人带着王二 超吃的整个家 我钱的地方多着呢 滚 女儿呢 没了你 我和你弟弟他怎么活呀 你再不滚 我现在就让你活不了 原来他没有打过我一分钱 一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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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 一分钱 我是说 一分尊重 一分钱 我也是 五分钱 一分钱 五分钱 七分钱 一分钱 五分钱 一分钱 五分钱 抽啊 继续抽啊 够了 够了 不是 你多抽点 万一不够呢 儿子 行了 严生抽够了 儿子 你快坐下 景琛啊 这回你知道沐浴为你付出多少了吧 沐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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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沐浴怎么样了 我跟你没关系 我出了我这儿 你混蛋 沐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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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以为那个沐浴为自己兴议 就能够抵较你他所有的伤害 远远不高 远远不高 同时成功了 但他伤的去世太重了 什么时候醒来 能不能醒来 这要看命 请吃 这是沐浴的东西 就放在这儿配搭 还有感受到了 一定会醒过来的 2020年4月23日 今天是我人生中最高兴的一天 因为我嫁人了 而且嫁给了自己喜欢的人 虽然已经过去十几年 但是我一眼就认出了他 他就是那个用一把伞 为我撑开了漫天风雨的那个男人 2月24日 今天抽了好多血 身体有些难受 但是心里却好开心 因为我的血可以救他 好希望他们快点醒来 看到了 2020年4月29日 今天他醒了 但他好像不记得我 很排斥我 不过没关系 我相信我一定能让他喜欢上我 加油 沐浩宇 为了喜欢的人 冲呀 2020年7月7日 今天我知道他有一个青梅竹马 他对他的态度和对我截然不同 我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2021年4月23日 今天是我们结婚一周年纪念日 但他一整天都没回来 也许是他太忙了吧 2021年10月15日 今天他那个青梅竹马上门找我 让我和他留步 我不同意 他动手打了我 我没告诉他 我怕 他分心 2022年3月6日 他已经好久没跟我说过话了 我不知道 我该怎么努力 2022年11月8日 我好累 真的好累 2023年2月14日 他让他的青梅竹马住进了家里 雨好大 cs Don't go 这你ived 声老板 霍宇 对不起 陈哥哥 你冤枉我了 是辰子豪才想拉着我一起死 你们被他骗了 我是没骗 对 没错 我是被你这个十个戏 心肠的语言骗了 这个诚哥看了吗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我呢 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做 就算你不相信了吗 你要考虑考虑我们的孩子 真是吴警官在哪里面呀 这是你什么事啊 这是陈子豪手机里的视频 里面的人你说吧 假的 这视频是假的 我怀的就是你的孩子 是傅家的计程人才不是这个太监的 下辈子再做你的好玩梦啊 陈哥哥 你不能这么对我 陈哥哥 傅天真 你不能这么对我 儿子 沐宇醒了 沐宇 你终于醒了 你吓死我了 我 让你再醒了 醒了就好 醒了就好 沐宇 谢谢你再看我 你自己的还好吗 比以前还好了 我就知道你可能 沐宇 上次的事 对不起 没关系 你拖过去 我还有件事在想跟你说对不起 是前我骗了你 其实那一次 从真次话手里救你的 不是我 是傅京城 沐宇 傅京城 你松开我 太紧了 沐宇 祝你的幸福 你没事吧 沐宇 哪里不舒服 我去找你上去 我没事 我有一件事情想跟你说 你说 傅京城 我们离婚吧 你现在刚刚苏醒 身子还比较虚弱 这个事情 我们以后再说好 傅京城 你让我解脱吧 沐宇 白莫西以后 不会再出现你的面前 我已经把她抓起来了 而且 她的孩子不是我的 我从来都没有碰过她 傅京城 我想跟你离婚 从来不是因为这些 那为什么 是因为我已经不喜欢你了 你不喜欢我 你为什么要把我推开 这是因为你救过我 我想还给你而已 这个喜欢没有任何关系 我不信 傅京城 你就不能相信我一次吗 好 我知道了 我答应你 谢谢 但是 我要开始 我要开始重新追求你 让你重新喜欢上我 一年不够 就两年 两年不够就三年 直到让你愿意嫁给我 这富家大少爷 对我们牧总也太痴情了吧 整整三年 每天都雷打不动 抱着花来追求牧姐 可惜我们牧姐太绝情了 完全不为所落 让我感觉 所以我好赢 你觉得要光芽 是燉面的 的 你的 还蛮标志 咱们 叫我 吗 我 又是照我 现在 就是今天 比较适的你 就下班走回去 傅景琛 不用天天来找我 傅景琛 我做做什么了 我可以改 你不能说连机会都不给我吧 我是说 你成功了 我成功了 恭喜你 我重新喜欢抓你了 想你太久了 你知道我一直 只想你 你知道我一直